今天看了个新闻 网信办新规 点赞不良信息将被追责 12月15日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点赞呢 也被定义为评论方式的一种 而且不光只是点赞啊 在任何具有社交属性的软件网站上 发表的评论图片弹幕都会被算进去 那这肯定就包括什么微信群呀 朋友圈呀 都不要随便点赞和评论 所以呢 我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上网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甄别信息 如果遇见那种不良信息 千万不要手抖啊 你别一不小心给人家点个赞 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你看 从实名IP到外显地域 再到现在不良信息不能点赞 我感觉青狼网络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就俩字 支持 这一条绝对不是不良信息 非常非常正能量 我想跟大家声明一点 我是一个热血的爱国中年 所以给我点赞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 网信办新规 点赞不良信息将被追责 12月15日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点赞呢 也被定义为评论方式的一种 而且不光只是点赞啊 在任何具有社交属性的软件网站上 发表的评论 图片 弹幕 都会被算进去 那这肯定就包括什么 微信群呀 朋友圈呀 都不要随便点赞和评论 所以呢我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上网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甄别信息 如果遇见那种不良信息 千万不要手抖啊 你别一不小心给你点个赞啊 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你看 从实名IP到外显地域 再到现在不良信息不能点赞 我感觉清朗网络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 就俩字 支持啊 这一条绝对不是不良信息 非常非常正能量 我想跟大家声明一点 我是一个热血的爱国中年 所以给我点赞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今天看了个新闻 网信办新规 点赞不良信息将被追责 12月15日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点赞呢 也被定义为评论方式的一种 而且不光只是点赞啊 在任何具有社交属性的 软件网站上发表的评论 图片弹幕都会被算进去 那这肯定就包括什么 微信群呀 朋友圈呀 都不要随便点赞和评论 所以呢 我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上网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甄别信息 如果遇见那种不良信息 千万不要手抖啊 你别一不小心给你点个赞啊 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你看 从实名IP到外显地狱 再到现在不良信息 不能点赞 我感觉青狼网络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 就俩字 支持 啊 这一条绝对不是不良信息 非常非常正能量 我想跟大家声明一点 我是一个热血的爱国中年 所以给我点赞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今天看了个新闻 网信办新规 点赞不良信息将被追责 12月15日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 点赞呢 也被定义为评论方式的一种 而且不光只是点赞啊 在任何具有社交属性的 软件网站上发表的评论 图片 弹幕 都会被算进去 那这肯定就包括什么 微信群呀 朋友圈呀 都不要随便点赞和评论 所以呢 我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上网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甄别信息 如果遇见那种不良信息 千万不要手抖啊 你别一不小心给你点个赞啊 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你看 从实名IP到外显地域 再到现在不良信息 不能点赞 我感觉青狼网络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 就俩字 支持 这一条绝对不是不良信息 非常非常正能量 我想跟大家声明一点 我是一个热血的爱国中年 所以给我点赞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 网信办新规 点赞不良信息将被追责 12月15日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点赞呢 也被定义为评论方式的一种 而且不光只是点赞啊 在任何具有社交属性的 软件网站上发表的评论 图片 弹幕 都会被算进去 那这肯定就包括什么 微信群呀 朋友圈呀 都不要随便点赞和评论 所以呢 我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上网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甄别信息 如果遇见那种不良信息 千万不要手抖啊 你别一不小心给你点个赞 啊 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你看 从实名IP 到外险地域 再到现在不良信息 不能点赞 我感觉清朗网络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 就俩字 支持 啊 这一条绝对不是不良信息 非常非常正能量 我想跟大家声明一点 我是一个热血的爱国中年 所以给我点赞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今天看了个新闻 网信办新规 点赞不良信息将被追责 12月15日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 点赞呢 也被定义为评论方式的一种 而且不光只是点赞啊 在任何具有社交属性的软件网站上 发表的评论 图片 弹幕 都会被算进去 那这肯定就包括什么 微信群呀 朋友圈呀 都不要随便点赞和评论 所以呢 我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上网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甄别信息 如果遇见那种不良信息 千万不要手抖啊 你别一不小心给你点个赞啊 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你看 从实名IP到外显地狱 再到现在不良信息不能点赞 我感觉清朗网络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 就俩字 支持 啊 这一条绝对不是不良信息 非常非常正能量 我想跟大家声明一点 我是一个热血的爱国中年 所以给我点赞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今天看了个新闻 网信办新规 点赞不良信息将被追责 12月15日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点赞呢 也被定义为评论方式的一种 而且不光只是点赞啊 在任何具有社交属性的软件网站上发表的评论图片弹幕都会被算进去 那这肯定就包括什么微信群呀 朋友圈呀 都不要随便点赞和评论 所以呢 我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上网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甄别信息 如果遇见那种不良信息 千万不要手抖啊 你别一不小心给人家点个赞啊 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你看 从实名IP到外显地狱 再到现在不良信息不能点赞 我感觉青狼网络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 就俩字 支持啊 这一条绝对不是不良信息 非常非常正能量 我想跟大家声明一点 我是一个热血的爱国中年 所以给我点赞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 网信办新规 点赞不良信息将被追责 12月15日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点赞呢 也被定义为评论方式的一种 而且不光只是点赞啊 在任何具有社交属性的软件网站上 发表的评论 图片 弹幕都会被算进去 那这肯定就包括什么 微信群呀 朋友圈呀 都不要随便点赞和评论 所以呢 我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上网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甄别信息 如果遇见那种不良信息 千万不要手抖啊 你别一不小心给你点个赞啊 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你看 从实名IP到外显地域 再到现在不良信息 不能点赞 我感觉清浪网络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 就俩字 支持啊 这一条绝对不是不良信息 非常非常正能量 我想跟大家声明一点 我是一个热血的爱国中年 所以给我点赞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 网信办新规 点赞不良信息将被追责 12月15日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 点赞呢 也被定义为评论方式的一种 而且不光只是点赞啊 在任何具有社交属性的软件网站上 发表的评论 图片 弹幕 都会被算进去 那这肯定就包括什么 微信群呀 朋友圈呀 都不要随便点赞和评论 所以呢 我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上网的时候呀 一定要注意甄别信息 如果遇见那种不良信息 千万不要手抖啊 你别一不小心给你点个赞啊 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你看 从实名IP 到外显地狱 再到现在不良信息 不能点赞 我感觉清浪网络离我们 越来越近了哈 就俩字 支持 这一条绝对不是不良信息 非常非常正能量 我想跟大家声明一点 我是一个热血的爱国中年 所以给我点赞 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